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一集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 今天你哈姐啊 发出了威胁 那么哈里斯啊 呼吁选民团结 拒绝小气暴君啊 这个小气暴君的话呢 说白了就是骂这个特朗普的嘛 对吧 因为还有不到一周啊 就开票了啊 因为今天30号了嘛 明天还有 呃一天31号 完了还有 五天啊 实际上是六天 因为咱们呢 北京时间的是六号开票啊 呃 那么他说这个话 非常有趣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说啊 他说我们知道 特朗普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指特朗普啊 派了一群武装暴徒 闯入国会大厦 试图推翻他在2020年的败选 结果这是一个情绪不稳定 热衷于报复 满腹怨气 追求不受制约权利的人啊 并且他说 美国选民绝对不会屈服啊 另一个小气暴君啊 那么去不会屈服的是意思 什么意思 是吧 那说白了呢 不一定要接受选举结果啊 就说白了 你别以为只有民主党那块 他输了 他要干 知道吧 现在啊 不要以为只有共和党啊 说输了要干 现在民主党的意思就是他输了 他也不一定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所以现在美国选举呢 是这样啊 咱们公允的奖啊 6号呢 会开票 开出来票呢 分几种结果 大概来看呢 分三种 第一种结果的话呢 就是你哈姐的大幅领先 对吧 那没办法 是吧 特朗普只能认输 第二种结果呢 是你这个川普呢 大幅领先 是吧 那那个时候确实不好弄 啊 就是那最后呢 那也没办法 他也只能承认 接下来的话呢 怎么闹 这单说啊 这两种结果的话呢 相对来说都还是好事 因为本身呢 就是一旦比如说 比你拿 多拿两到三个州 那你几乎很难 或者三到四个州吧 因为七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摇摆州嘛 七个摇摆州的话呢 谁比如多拿三个 甚至多拿四个 是吧 就是你可能拿一两个 人家拿四五个 是吧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争议会比较小 因为一共是90张选举人票嘛 所以如果比如说 我达到了三百多票 对吧 你只二百多票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问怎么看 几乎呢 就没有太大争议 六号那天呢 基本就算是结果出现了 但是呢 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是第三种结果 就是双方只领先 一个到两个摇摆州 因为六号不可能全部开出来 所以接下来就留给了大量的时间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拜登曲线 就是我说嘛 就是阴兵这一手嘛 因为按照正常选举规则来看的话呢 那么川宝基本上赢了 这个咱不必多说啊 因为我都讲得很明白了 对吧 我一直讲得很清楚 如果正常选举的话 他基本上赢了 那但是呢 他现在有这一招 就是你不能否认的是 你不能说现在 外边的民调 如果告诉你六三成 什么九几成 那是胡说的 那种要么是赌盘 要么是这个投票网站 他给出的这个胜选的概率 他不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差距 按照正经的这个调查结果来看 差距来看的话 呃 川宝在七个 是吧 这个摇摆州都领先 这个没问题 但是领先领先多少 有没有完整的领先到无以为继 翻不过来了 对吧 他们大概是领先1%左右 对吧 在七个摇摆州都领先1%左右 这都是实话啊 咱也不否认这个实话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 别人玩的是另一个手段 玩的是另一个 是吧 因为昨天的话呢 很多人说 说我说错了 对吧 昨天那个新闻是两个新闻 一个新闻是在华盛顿州 他在西边 这个我知道 另外一个是他的DC吗 是他这个特区吗 在东边 昨天那个新闻讲的是 华盛顿州发生了这个烧的这个事 我说的是将来送到他首都里 就是你不要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吗 我都送到这个DC里去 对吧 送到特区里去 对吧 这块可能是我说的不明白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这个是华盛顿州也好 还是华盛顿特区这个DC也好 他们两个都应该是蓝州 对吧 这个本身我觉得没问题 所以说白了呢 如果红博子输了 是吧 红博子会去国会 是吧 如果这个民主党输了 或者说民主党在输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他们把所有非法移民往DC一扔 你想干这些人 想驱逐这些人就不容易 就这里边接下来该玩了 有各种各样的变局 所以不好玩 知道吧 那么接下来 如果对方 接受 是吧 对方不接受他输了 双方就要整合 所以这一回不管谁赢了 除非是特别大的领先趋势 对吧 你300多票了 是吧 那对200多票 这种呢 几乎就没有争议了 对吧 你再起争议的话 那就是闹了 对吧 那就是另一故事了 但是如果是双方特别接近 甚至只决一州 对吧 什么得宾州者 得天下 对吧 所有州都是定了的 就差这一州 就差这一点选票 那后边的玩法 操操操就多了 是吧 就多了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哈里斯他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他们绝不接受失败 他现在他们讲的是这个啊 所以他们绝不接受失败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反正就是得玩花招啊 所以呢 大概六号那一天呢 是绝不出胜负的啊 这个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因为六号那天你想绝出胜负的话呢 就要所有州都开出来 但是他们开不出来啊 所以美国的这个选举效率呢 其实说实话确实也就这么低 你看别人那的选举 基本上一天也就绝出来了 对吧 你包括你看日本人 你也看得很清楚 对吧 日本人的那个选举的话 一天就基本出结果了啊 基本别人那都是差不多一天就出 就美国费劲 那美国为什么费劲呢 这不是只给你玩点家伙 哈哈哈哈 是吧 得玩点这个计票的这东西嘛 是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哈姐呢 现在人家已经喊话了 知道吧 所以人家要拥护这民主 你是什么 你是暴君 所以他在喊话的过程当中的话 他对这个喊话 喊的是谁 他喊的不是他 知道吧 他不是在对他的选民喊话 有很多人说胖子什么 你这个根本吸引不了红伯子 人没人替你跟红伯子喊话 知道这个意思吧 人家是跟对面的老相声 对吧 跟老相声喊话 所以呢 在哈里斯的这场这场集会当中的话 他喊出了这个的话 他是在对老相声喊 什么意思 事儿出了 不是吧 把事儿喊出来 把事儿喊完了 那么我如果赢了 对吧 共和党的人只要出来 说一句话 我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是吧 就成了 对不对 那么美国的共和党籍前总统 小布什的闺女 是吧 巴巴拉 布什表态支持哈里斯 是吧 他发表声中说 在与许多的选民讨论了这次选举涉及的重要问题 是吧 包括保护妇女权利 权利后 他充满希望 是吧 那么巴巴拉布什的祖父 老布什呢 也是美国前总统 是吧 他表示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民主党将来的大老 他们只要说一句 知道吧 他们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明白吧 他们只要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他不推翻这个选举结果 这事就了了 后边的事就不是他们的事了 就共和党就不管这事了 共和党只要就不管这事 剩下的事就是民主党的事 对吧 你怎么动手 你怎么说话 我不说话 是吧 所以这个游戏 为什么我说这个游戏能玩 你一定记住 是吧 这里边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马斯克坏的规矩 这我讲了很多次 第二个原因 共和党和民主党 两个党都是一百多年的政党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对你穿宝不利的原因 你就三年 你搞清楚 如果你觉得 穿宝已经把共和党变成了穿宝的党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是吧 那个是所谓的一个现在的选举狂热 是吧 那是大家给你一个面子 为什么 因为我选你出来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什么叫党 是不是 你得为这个政党的利益 对吧 你怎么可能说 你已经把共和党变成你的了呢 驯化成你的了呢 你花几年 你花八年 把一百多年的一个政党变成你的了 这政党完全为你服务 你就剩四年了 那四年之后日子不转了吗 两个政党 是吧 玩过一百多年了 是吧 各种好手 是吧 这么多美国总统 玩了这么多回 最后人都按这规律走 就你来了 你说三年四年 你还有四年时间 你让共和党把他们所有的身家 全堵在你一个人身上 你搞清楚 现在比如说马斯克也好 扎伯格也好 甚至说贝索斯也好 对吧 这举这几个明星 说他们站在这个老色这边 你觉得很厉害 但你别忘了 你哈姐募到资金是十亿 对吧 共和党大概是五亿 人家资金比你多一倍 对吧 只是公开的的是这个微软 没公开的呢 人家的资金比你木的足 说白了 老乡山并没有完全站在你那边 而且站在你那边的都是新贵 这是一次 New Money和Old Money的这个游戏 没说吗 这个宋深宗讲的很清楚 对吧 我搞改革对士大夫不利 对百姓有利 有什么不行 文言博人讲那话 是吧 你与士大夫共天下 非与百姓共天下 你特朗普接下来你要用 用什么人 你是要用老乡绳的人 你用老乡绳的人去打老乡绳 你还只有四年时间 你能不能做成 实际上你就只有三年 为什么 第一年能搞点事 第二年中期选举 第三年能搞点事 第四年你就选举了 只要一选举的话 你就是边缘人了 那个时候你选万斯也好 或者选谁也好 都无所谓 但你别忘了 你选万斯 你选择的就是万斯 就等于是共和党那边的人了 就不是你的人了 你的这个政治影响力 就该结束了 你就该退到幕后了 就跟老布什他们这种似的 就该退到幕后了 但是你别忘了 等你退到幕后的时候 你就退不进去了 为什么你退不进去了 因为别人 为什么都能退到幕后 就跟那个老布什似的 老布什 布什家族 他们家玩石油的 对吧 这些石油家族 为什么能玩得动 因为人家合规矩 人们玩规矩 按规矩办 人家不是说坏了规矩 所以我当化石人的时候 我怎么说都行 当完了化石人之后的话 人家就当叔父辈 当了叔父辈的话 大家没有人去反对 这个叔父辈 知道吧 你在前台 你反对的是叔父辈的人 将来叔父辈的人 怎么让你进这个游戏里 对吧 就跟邓博讲的话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世界呢 要讲制衡 你做一做 我做一做 大家怎么样 一起做一做 这个游戏就完成了 对吧 这个游戏是从罗马那个时代 一直做到今天的 对不对 你美国不是从石头份里蹦出来的 你整个欧洲这个游戏都这么玩的 欧洲就是老乡身的游戏 你就算这个所谓文艺复兴那个时代 美帝奇家族他们 是吧 他们也得按这个游戏规则玩 对吧 整个的这些欧洲全是这个规则 全是老乡身的游戏 真真正正讲民主 讲以百姓所谓为主 那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 那是因为老乡身斗不过了 所以老乡身引了另一拨人进来玩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 也没有玩成 玩到今天就跟罗马的这个 这个改革 是吧 跟苏伦改革都是一样的 对吧 他们以财产分配 然后分贵族和公民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一直以来玩了这么多年 都是这么回事 都得按这个规矩玩 你不按这个规矩玩 你做不到 除非你说你做凯撒 但是你做凯撒你做得了吗 而且凯撒有军功 对吧 而且更关键的 凯撒之前有马略改革 有苏拉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有前提铺垫的 不是说凯撒一上来 三两年 他就变成凯撒了 错了 但苏拉 三巨头时代的这些游戏 他们都有 这些过程都有 你都没有 你凭什么 对吧 所以川普最大的问题就是这 你还有四年 你厉害了 你四年 你不厉害了 你也就是四年 是吧 你让共和党 把他们百年的基业 倒在你四年身上 四年之后 你让谁来 你不可能说让马斯克吧 你想改美国的民局 改把美国的法律 改这个选举法 那么允许非美国出生的公民 也可以做美国总统的话 那医院里你最少要百分之六十支持吧 这最少了 有些议案的话可能需要百分之八十 需不需要公投 这我不太清楚啊 有些他的法律是需要较劲的 对吧 你够票吗 民主党的人能站你这边吗 你不够票你改不了 马斯克不可能参选 马斯克参选不了的话 你让你家里谁出来 关键问题是 你让你家里谁出来 直接你就连装了 你知道吗 你想出来连装 整个把老乡绅的所有的游戏 变成你的游戏 你也配 你怪你就四年 你拿不出成绩来 你怎么玩 明摆着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现在这游戏不够 时间不够 你就撒月 知道吧 撒了撒月 所有人对你的这种欢喜 对你所有的这个 这种狂热 一旦退潮之后的话 你再想碰共和党 让共和党所有人站在你这边 根本不可能 除非你三个月 实现几个人间奇迹啊 三个月之内 第一个俄乌战争停战 第二个中东战争停战 第三个中国束手 这三件事你做到了 然后你降息 开启新的经济循环 这些东西你都做到了 是吧 你才行 然后对内呢 搞大经济投资 对外呢 打关税战 外边人全听你的话 我说你的梦里呢 四五件事一起办 别人都得听你的话 你动得了刀兵吗 你动刀兵 你敢对军工和体 说财策吗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 军工和体特别的赚钱 不对 军工和体不赚钱 美国的财政预算 军工和体才一万亿 其他的民生相关的那些东西 加在一起四五万亿 你才得动吗 你马斯克又要效率元会 又要财钱 就是又要对军队下手 又要财钱 又要外国都听话 等于就是什么呢 没说吗 你圣诞老人背了一大兜囊 这大兜囊里 无穷的保卫 无穷的能量 是吧 怎么可能都做到 绝不可能 所以外边人等着你上来的 知道吧 你不知道外边多少仇家等于你上来的 你内部的人呢 是吧 现在你哈姐丧话了 对吧 哈姐的意思就是 人家不接受失败 所以 最后的能不能接受失败呢 要看选举结果 选举结果三种 要么你大胜 要么哈姐大胜 这两种都还好说话 对吧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如果最后出现的是非常胶着 就差一个周 然后那个周开票 告诉你需要十天 这十天 美国就是血雨腥风 是吧 那眼闪的那东西 可能就要来美国了 你看人敢不敢动手就得了 而且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 你哈姐他还有机会 为什么 美国的选举 每四年一次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吧 你势头很猛 你要上来重新拿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就算中期选举之后 开始准备 到现在两年时间 他不是说明天选举 明天我准备 人家准备了两年时间 对吧 你就看人能不能下家子就行了 就是如果最后吓了家伙 也挡不住你 最后你上来 是吧 人家还有最后一招 是吧 人把那个非法移民往这个 国贵山一堆 就开始了 后边的事 你就不好说话 所以反正美国这一次的话呢 不太容易能善了 是吧 你看吧 最后反正 这场乱一起来 后边全解决不了 全解决不了 最后我告诉你啊 就算最后你把这个哈姐搞定了 共产党愿意跟在你这边 跟民主党干 是吧 把民主党干下去了 对吧 完了之后的话呢 你内部也大伤 等你伤完了之后 你再出去 再跟人拼 看你有多少力量 就这么讲吧 等你登位的那一天 你就时间就到数 你就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 国内国外好几件事让你办 你根本就办不了 是吧 你也不用说什么 是吧 什么选举语言都不算数 你记住我的话 别人一定会算数 为什么 借你的话 办人家的事 知道吧 所以军费都已经报起来了 后边东西都 对吧 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伊朗这份已经非常清楚了 军费已经报起来了 军费一报起来 别人不放过你 就这么简单吧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先到这还下一节那种 那这一节啊 咱得讲一个事儿啊 现在挺有意思 真假李逵啊 说钢铁侠的扮演者啊 是吧 他那个小罗伯特唐尼嘛 他批评了这个马斯克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因为作为演员来说的话呢 那罗伯特唐尼他们呢 就是 肯定是站在这个米纸党这边的嘛 是吧 那很多人都觉得呢 是吧 好像这个 呃 一个扮演者啊 去羞辱了这个本尊啊 这个对不对呢 其实不对 他俩都是戏子啊 为什么 一个呢 是在电影上演戏 一个是呢 财富神话上演戏啊 为什么我不看好马斯克呢 因为马斯克接下来啊 他要做的这个产业是两个 知道吧 一个是机器人 一个是全自动驾驶啊 那全自动驾驶的话呢 你要想过的话 你必须在这个 周全当中过 就这一次的话呢 就算民主党的周 呃 就算你共和党赢了 你想在民主党的周 过你这个东西的话 不一定让你过 所以为什么 这个马斯克 一定要那个效率委员会的 这个地位呢 他要求的就是什么 让你服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如果在政策方面卡我 我就在预算当中卡你 明白这个意思了 所谓的什么服从性测试啊 必须得服从他 不服从他 他就动手啊 他要的是这个 他要的是跟这个州 这些州的谈判权 就是联邦不给你预算了 联邦把预算砍了 把预算砍掉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是吧 你FSD过不过 对不对 包括后边的自动驾驶 过不过 机型这个过不过 是吧 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都得过 你不过的话呢 我就砍你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呃 马斯克为什么非要站在民主党那边 啊 共和党那边 明明他是民主党培养出来的人 对吧 他为什么站在那边呢 因为他也愤恨 是吧 拜登呢 之前是找了三大鞋铛场 没带他玩 对吧 而且呢 对于新能源这块的补贴呢 慢慢也下来了 而且呢 FSD呢 就死终卡 他不让他过 就是电动车啊 下一步真正的这个推广的OK的东西 就是什么 全自动驾驶 全自动驾驶这些东西呢 基本都准备好了 但是呢 就是不让你过 知道吧 就是卡你 卡你卡那么多年 所以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呢 如果他不能延续他这个神话故事 那他也就是变成一个戏子了 我跟你讲 昨天是 是吧 这个世界守护 明天是吧 就完蛋 这种事太多了 对不对 当年宏吉一时的 什么这个摩托罗拉啊 是吧 甚至斯科呀 你要知道当年斯科的这个路由器有多火 美国有多少这种的 这个所谓的世界首富 换过装 对吧 所以为什么马斯克现在急了呢 他就要了什么 要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是没用的 知道吧 你不给预算 你党人就没招了呢 你不给预算 人家不玩了 对不对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别忘了 川宝就四年 对吧 说白了 川宝就三年 顺着说不好听了 川宝就三个月 首先你三个月 你能不能当选的了 你这个效率委员会 你能不能成 对吧 我没跟你说吗 他们最后他们有神之 是吧 一手 这一手是什么呢 你不是不管了吗 你不是踩我的人 不够预算吗 我就把我的人 全都给你送到这个 DC去 对吧 全都给你送到首都特区里去 对吧 我就往那个国内山往这一扔 对吧 你爱管不管 反正你不把他们裁了吗 他们也没饭吃了 他们就往里面待着 对不对 给从白宫 是吧 从白宫围到国内山 你就在这围着 一围围围几个月 是吧 冗长于世 对不对 你想公开的 对他们这些州 下这种 就这么说吧 人家都是什么呢 人家为什么叫游说 就是你看啊 美国有三个部门 是吧 三种游戏玩卡 一种呢叫议会 一种叫游说 一种叫这个财阀 人家呢 都是议会在下 而不是议会在上 财阀在下 财阀呢 他需要呢 去游说 找游说公司 游说公司呢 去游说议员 这个玩法呢 三者需要一个屏障 这就是游说公司 凭什么能收到钱 因为三者之间不能打通了 三个管道绝对不能通了 这是人家的基础玩法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 他们不能压保 就为什么他们都是两边压保 对吧 然后呢 或者说他压保 压在某一边 他都是不报出来的 就这一次马斯克 如果他不出来的话 比尔盖茨 他们投了谁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他们各自 等于募到了15亿吗 各自拿 一个拿5亿 一个拿10亿 到底谁投了谁 你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不能拿到水面上玩 都是通过所谓基金会 通过这些玩法玩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对吧 如果你报出来了 你压了宝 那你这宝压对了 你盆满钵满 你压错了呢 压错了 反手就对你报复 反手对你报复的话 那你这个产业 未来孕育这个游戏怎么玩 大家不死不休了 明白吗 那现在问题 马斯克你的意思 你不仅不玩这个游说游戏了 你直接粉末登场 就是我压中宝 我压他 比如我压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赢了呢 你直接管特朗普要官 拿了官直接上台 威胁议员 要求议员 必须按你的游戏去做 你明白这是什么概念吗 你把这游戏整个变 你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财阀在上 议会在下 那以后也就是说 所有的财阀 全得出来压中宝 对不对 拼中宝压中宝 压对了就赢 压错了就输 对吧 压对了盆满钵满 压输了 铃铛入狱 你这么玩的话 这个美国这个游戏 还能玩吗 美国还有民主吗 美国没有民主的 美国连前主都没有 以后就是拍卖 以后就是看谁喊 什么招都用 什么招都喊 这一次的话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 他这个点线钱 玩太刺 你不要以为 是吧 民主党那边 没给利润 没给好处 对吧 都是给了的 但给的手法很 怎么说呢 很隐晦 对不对 给的方法呢 你看不出来 外界看不出来 是直接买 你上来直接买 你搞这大乐透 你没发现吗 没搞这大乐透之前 是吧 这个微软 那个叫秘密资助 是吧 搞了大乐透之后的话 逼着这个比尔盖斯 他们出来了 他们出来是为什么 你真以为是 那个岛的事啊 那个岛 就是一个由头 就跟马斯克 说的闺女是一样的 说他儿子是一样的 他儿子变成闺女了 他不服 知道吧 现在说白了 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规矩破坏了 你这次投资 投了多少钱 其实压根没投多少钱 大概一亿多 比如说一亿多美元有吗 可能都没有吧 你说你投了一亿美元 你拿一亿多美元 下重注 压大宝 压中了之后 你的公司市值 将来翻几倍 你直接在朝廷这儿 就 就怎么说呢 你花一个亿 直接就能在朝廷这儿 买一官 买这个官就管所有人 所有的冗长御市 所有的议员 都不管用了 你要求所有人必须听你的话 谁不听你的话 你就砍谁的预算 你这种游戏玩法 那你都不是钢铁侠了 对不对 你就是维恩集团了 对不对 你整个就是维恩嘛 我没跟你讲嘛 到时候美国变成大号歌坛吧 对吧 老百姓都说维恩好 为什么呢 维恩给你一百万美金 让你原貌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他马上就要裁预算了 裁了预算之后 歌坛就跑不住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大号歌坛呢 为什么 这歌坛里边什么小丑 面具人 企鹅人 双面人 为什么都是这个 为什么都期盼着边坡侠来 是吧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吗 就跟苏启仁那个里边讲一样嘛 皇二说了 说你啊 你这个丐帮赶紧解散了吧 你帮众数千万 是吧 我睡不着觉 人家怎么说的 人说这个皇二 您要治理的好 对不对 傻瓜才愿意当乞丐了 明白给你讲的意思吗 玩这个游戏 玩到最后玩的是什么结果 你这个你都看不明白的话 是吧 后边怎么说 说白了就是 你是一个戏子 你三十多年 你三十多岁 二三十岁以前 你都不在美国出生的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美国人 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 来了美国 捧你 你成事了 你上来 你要把盘子都砸了 让所有人必须听你的话 别人玩一两百年 一个头一个头磕出来的 知道吗 就跟那个 就跟那谁似的 投名状是一样的 投名状里老头说了 说说这个 说庞大人 你知道我从门口跪着 一步一步走进去 是吧 你知道我跪了多少年 谁说跪我也不知道 谁说我跪了三十年 所有人都上这个规矩玩的 所有人都上这个标准玩的 人玩三十年 玩到这个门口 你上来三年 对吧 就要玩 完了之后的话 庞青云说了 庞青云要减税 对不对 要把这个赋税减掉 哎 为什么最后他被打死了 朝廷已经没钱了 你跟朝廷要求朝廷减税 朝廷两江赋税重地 是吧 就等着两江的赋税了 你把两江赋税给免了 钱从哪来 对吧 就跟现在这个马斯克是一样的 马斯克说了好听 减两万亿 甭说减两万亿了 减两千亿天下拉乱了 对吧 你要减两万亿 什么概念 就你以为只有马 只有这个小罗伯特唐尼是个演员 是吧 你以为这个马斯克不是的 马斯克现在也是一个真正的演员 知道吗 只不过呢 他不想当演员了 就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再想当一个演员 他想直接上台了 他要把盘子给砸了 他要让所有的人听他的话 他在这儿 他要强出头 这个人是一个聪明人 还是一个笨蛋 对吧 那聪明人是笨蛋的话 咱们得讲一句 你靠着谁 你靠着川宝 你别忘了 川宝只有四年 对吧 阿富汗那个名言 人家非常的有哲理 知道吧 您有手表 我们有时间 对不对 风吹雨打 一两百年了 刀里滚 枪里弄走出来的 对不对 人家玩这游戏玩了两百 一百年两百年了 你玩这游戏 你刚刚玩 你要立棍 你要让所有人听你的话 你要当大帝 你要建立新和联盛 你要所有人必须听你的 没有吗 所以马斯克这个人 这个人把美国毁了 不能说他毁了 不能说所有都是他的吧 为什么我说一定是哈姐呢 因为哈姐的游戏要稳 大家游戏要继续玩下去 能玩得下去 对吧 你来的意思就是 所有人必须听你的 只要不听你的话就不行 谁不听你的话 你就打谁 谁不听你的话 将来你就不给谁预算 然后逼着别人让你过 但是你别忘了 你一旦进到这个游戏里 必然是一个什么 永长议事 对吧 对于民主党来说的话 即便他输了 他只要用一招你就完了 就是永长议事 知道吧 今儿找一帮人 找一大哥 天天给你那念这东西 念经书似的 让你给你开这个永长议事 是吧 你要见过永长议事 你就知道 十多个小时 弄成这么厚 在那念 一句不停的念 那也是一体力活 真是体力活 这帮人坐那十几小时在那听 念的话都是废话 但是呢 你不能松指 不让人说话 知道吧 你就在那说话 就这么跟你讲吧 一年能干成的审批 人给你变成三年 三年能干成审批 人让你过不了 就这FSD 人就不让你过 FSD 人家不让你在这州里实行 你说非要在这实行 人不说 不 人就跟你永长议事 搞两年就够了 知道吧 两年就是中期选举 搞三个月就够 你川宝拿出成绩外边压上来了 人就跟你开始怎么样 开始跟你拆台 对吧 我不出力就行了 你一个人能把全公司搞了吗 你一个人 你不靠人 你能把整个社会全都平了吗 整个社会的所有人全都听你的了吗 人就玩永长议事 对吧 干不好还干不坏 还不能拖呀 人就用一个拖字诀 把你活活拖死 拖三年 是吧 共和党要换人了 没你事了吧 没你事了 你该下来了吧 你该下来了 他们也该收拾你了 所以我说实话呢 马斯克这个人我不看好 为什么呢 他把这个游戏规则毁了 老乡身 为什么不去打老乡身 你就记住了 国王不杀国王 骑士不杀骑士 为什么 你也有输的那一天 你输了 欧洲人 为什么叫骑士精神 不是因为什么 人是善人 放屁 那是什么 那是你有输的那一天 知道吧 你输了的那一天 你们家拿着钱来赎你 那将来我输的那一天 是吧 那我们家拿着钱来赎我 国王不杀国王 骑士不杀骑士 这是西方游戏的核心 你破了这个游戏 你把人家这个骑士杀了 人就杀你是吧 那你杀我 我杀你 你别忘了 你可需要人家 你借来的这个全自从驾驶 你不在兰州实行了吗 你全在红州去做了吗 你美国分成 从此分成这个 这个智能州 非智能州吗 所有人只在这个 红州玩 不在兰州玩吗 你能玩成吗 而且我们跟你说吗 你推两个东西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公交车 自动驾驶出租车 全是跟红博打的 红博能支持你吗 红博现在是 他冲昏了头脑了 他拿个一百万元大乐透 他就是他成事 他成人了 明天你让他下岗 你试试他 还支持你吗 水能载州 亦能复州 这个道理有什么说 我明白了 而且机器人推荐 机器人推荐 他接下来的 所有的招 全是打红博子 他推进的招 要打红博子 兰州不听他玩 你弄个破委员会 你吓死谁啊 我说实话 你最多 对他的财政预算下手 当年麦卡锡 整起来的那个 一说你通共了 那整的不比你现在这很 那刀里进 水里进的 人玩得出来的 麦卡锡怎么样呢 最后给你整下去了没有 对不对 动得了人家那些人吗 对对 你心里有事 当年直接就指到人 你知道吗 指你 直接就说 你是跟那个苏联勾执的 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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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奸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不过就是一个效率委员会 你效率委员会 你裁人 你裁谁的人 你裁的是杀老百姓 没用 杀老百姓跟你闹 你裁到人家的人了 人不说 不 对吧 一说 孩儿回家吧 先别在外边干了 人家孩儿只要一回家了 这事的事你永远干过来 对吧 你换你自己人 你换你自己的人 在人家地盘坐 最后我没跟你说吗 老乡生和老乡生 一见面 一拉手 一说 人就说一句话 知道吧 是吧 咱们 斗了一百多年了 修妻与共 有你才有我 有我才有你 人两边就合了 你就三年 三年之后 谁认你 对不对 人家玩了一百年 有你才有我 有我才有你 知道吗 所以我没跟你说吗 美国未来的政治 它会分成 一种全新的格局 这种格局叫什么 叫东西两州 东西两个大方向 共和党完了 民主党也就分裂了 民主党分裂之后的话 到时候东的和西的 分成两个大的政治集团 重新再玩这游戏 你别认为不可能 这东西 跟添书似的 说笑似的 你去看看美国的党史 美国建立起来 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 你就都知道了 知道了 好吧 那么今天一集呢 就得谢谢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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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